三年前, 他曾經被一個斯文敗類遭殘 而這個敗類 就是當年的新科狀元, 胡國賢 當日狀元芳負債累累 而胡國賢雖然審清的未適 之後就主動借錢給他 然後他就成人之危, 耕污了他 口說無憑, 你可有證據證明 大人, 我有證人 參見包大人 包大人, 證人何二姑 就會在隔離縣幫人打胎 何二姑, 你有什麼話要跟包大人說 回大人, 三年前的四月初一 民府是幫審清打胎的 翌日的四月初二, 沈清才離開 包大人, 沈清在四月初一 去了何二姑打胎 所以不可能去了路途那麼遙遇的 鴻梅谷那裡殺胡國賢 這位可憐的女子, 她寧願死 也為補自己的名字 她才是受害人 好, 雖然你能證明沈清沒有殺胡國賢 但是梁守忠呢?你又如何解釋? 坊間衛這兩宗是狀元連環凶惡 錯, 兩者根本沒關係 不必運為一頭 而沈清也沒有殺害梁守忠的動機 沈清沒有殺胡國賢 不代表他沒有殺梁守忠 請問包大人, 有否到誤作關兵家中搜查 我手上有封告密信 信上就寫關兵因為貪財 而殺害梁守忠 就憑一封告密信? 信裡面提到的玉佩 是皇上賜給梁守忠的馬上封口 所以一定是當日關兵見獵心起 殺人無材 所以我懇請包大人讀關兵家中查證 就一清二楚 你說的馬上封口是不是這個? 大人已經讀家中查證 全作關兵 全關兵 小文關兵叩見包大人 關兵, 你可有見過這一件馬上封口? 好, 梅大人, 小文從未見過 梁守忠是否來殺? 從實招來 我跟他無冤無仇, 我怎會殺他? 包大人, 是他嫁禍審清的 他當然不認罪了 沒有人嫁禍審清 真相是, 有人為求審清脫罪 插贓嫁禍, 五作關兵 兵手的確另有其人 而此人亦在公堂之內 這個? 就是你, 桑東城 是… 跪下 包大人, 包大人, 東城不會殺人的 包大人, 你說桑東城是兇手 你有何證據? 告密信就是最好的證據 信上的字跡 跟桑東城的字跡一模一樣 從此推斷, 告密信就是桑東城死 來說是非者, 辯誼是非人 關兵和沈青非親非故, 不會冤枉他 相反, 桑東城畏舊大嫂 所以插贓狗 還向雲千語告密, 借刀殺人 包大人 就算告密信是桑東城所寫 你如何證明那個玉佩是他插贓? 本官已查問過良守中夫人理事 他說他夫君當年 和桑東鎮自趣相投 在失蹤之前 還把玉佩送給他親底桑東城 邊過插贓, 超然若竭 包大人英明 桑東城, 你還有什麼話好說? 沒錯, 人是我殺的 我杜忌良守中公中狀, 可大哥就明落孫殺 所以我一時衝突殺了他 你…你別亂說, 不是這樣的 公堂至上不得不留 你不是殺人兇手, 我才是… 大嫂, 你別再說了 人是我殺的 既然證據確鑿, 桑東城亦親口認罪 本案待查明細節後便可結案 張龍照府, 把犯人桑東城壓入牢房 審請即時釋放, 退堂 東城… 包大人 好, 先來吧 我在巴黎 啊, 我們去爆了 好了, 強烈 這次是 我來看你 我也要感覺 我們來看你 我來看你 我來看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